軍援的部分我們聊了非常多 後續還有什麼樣的軍援 以及有一個部分 在馬路上看到是烏軍 他們這個S300的一個長城防空系統 就在馬路上走 據說是在歷史昌斯克這個附近 那他的主要功能是做什麼的 這個S300V是S300系統裡面 一個早期的一個型號 他本身採用這個履帶式的整個發射載胎 我必須說S300是S400出現以前 前蘇聯乃至於俄羅斯和烏克蘭 那最重要的長城防空系統 而且它具備一定的反飛彈能力 因此在整個遏制 或者前蘇聯體系的防空系統裡面 它算是級別級比較高的 它的射程遠 比如說它的這個可以搭配好幾種飛彈 射程可以從30幾 780到150至200公里之間 它是一個完整配套 因此這樣的系統 就是它算是一個機密的遠程 高空中程等等 這個複合式的防空飛彈體系 但烏克蘭手中目前的這個S300 其實消耗的差不多 尤其是我們注意到 俄羅斯在這個整個戰爭發起的時候 就特別針對烏克蘭的防空體系 進行重點打擊 而S300由於它的這個性能強悍 因此俄軍特別鎖定這樣的飛彈 予以攻擊 我們知道之前 斯洛伐克把手中 那老舊的S300其實也軍援給烏克蘭 其實沒多久我們就發現 俄羅斯多次戰報裡面 就針對這樣的系統進行打擊 予以破壞 而且這個俄軍其實熟悉S300 整個體系和相關的運作 尤其是電子參數 因此可以針對性地進行干擾 但總體來講 我們這幾天發現 除了這些援助的 這個前東歐這些國家 援助的像坦克防空系統 多管火箭以外 其實昨天傳出了 烏克蘭要求西方供應更大量的武器 特別是近期這個 俄烏這個整個戰爭裡面 炮兵火力的相互較量 其實對烏克蘭形成很大的壓力 因此烏克蘭是要求 北約還有美國能提供 比如說1000門榴彈炮 還有這個500門多管火箭系統 那另外還有2000輛 那各式的裝甲車 以及500輛坦克 哇 這樣的需求是很高的 可能很多觀眾認為 哇 1000門這個的榴彈炮 我要到哪裡找 我必須說 我們打開北約的整個軍火庫裡面 你說1000門難不難 其實對北約來講 你要湊足這些武器 其實還是有可能 如果說這一些真的都到位的話 那對烏克蘭來講 真的就是大補完了 來 廷文老師 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最近大家也會聚焦在亞洲地區 尤其是台海這一帶 那彭博社他講 他說中共軍方解放軍 最近老師跟美國在表示說 台灣海峽 這不是國際水域 因為他認為是內海 所以叫做不是國際水域 可是講著講著 說傳出來是拜登政府內部 引發了很大的憂慮 那我請問請教 一直講一直講 他到底盤算是什麼 這個今天中國外交部 王文斌已經出來講了 其實他說台海 其實他有 其實有四個部分 有內水 有領海 有專屬經濟海域 但是是重疊的 也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以往我們在海洋法上面 都把專屬經濟海域 它是視為是從公海借位過來的 因為從1982年之後才有的 那這時候中國他其實就有自己一套的解釋法 他把這個專屬經濟海域 認為是他所管轄的海域 所以任何其他國家的軍艦 都不能在這裡去進行居士活動 認為居士活動都是違反沿海國的管轄權 這種解釋法 我跟你講這種解釋法只有中國有而已 因為你是國際法的專家 全世界190幾個國家 沒有人這樣解釋的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俗稱叫國際水域 那個概念是開放給國際的 不管是航空器或者是軍艦 或者是一般船舶 都可以享有自由航行的權利 所以台灣海峽 汪文斌自己也講了 台灣海峽最窄處70幾海里 最寬處220海里 扣掉雙方各自主張的12海里 那就是零海 剩下的就是專屬經濟海域 這種經濟海域不是國際海域 不是國際空域 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中國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國家 他解釋海洋法 他自己是1982年海洋法公約的締約方 他解釋海洋法 就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那我不曉得他在締結這個條約幹什麼 他乾脆退出這個條約算了 自己去搞一套自己的條約 那問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他其實是在講政治上的意涵 他不是在講法律上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按照舊法論法來講的話 美國可以跟你講這些東西 他就是不想跟美國講這套法律 他故意要什麼 要把台海內海化的概念 那你問題是你要台海內海化 你要有依據 你的依據還是要根據海洋法公約 你有辦法去畫領海基建 畫到台灣再畫回去嗎 把台灣整個海峽 變成一個內海峽的概念嗎 沒有辦法的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理虧 所以他現在只能用這種方式 就糊弄你 用拗的 用拗的 就告訴你說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製造一種什麼 一種錯誤的訊息 然後我還怕說國內還有一些不知道的人 隨便亂跟風 就是特別是有一些政黨 有些奇怪的人 他說這個是台灣海峽 就是內海峽 或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說這是不可分割的 不能外國的軍艦侵入等等之類的 這種做法 這種說法 完全就是在打一種所謂的 混淆法律戰當中的宣傳戰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故意跟美國在鬧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跟美國在鬧這個東西呢 其實美國也發現到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幾天你知道大家都在關注香格里拉的會議 那奧斯丁其實有講到一個東西 講到一個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東海或者是南海方面 中國動用所謂的Fishing Fleet 什麼叫Fishing Fleet 就所謂的漁業艦隊 海上民兵 對 其實講的是海上民兵 那告訴你說 你中國刻意都用一種灰區的 或者說灰色地帶的一種做法 然後去干擾別人 然後搞了大家七文八書之後 然後你又不按照法律來 所以剛剛你看最明顯的這個例子 其實他在阻絕說外國軍艦 能夠通過台灣海峽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今天來講 不是有發布一個嗎 簽署一個叫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 綱要的這樣的一個命令有沒有 這個命令其實在講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軍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其實就在講灰色地帶的意思 其實就在講剛剛奧斯丁所講的那個東西 叫做海上民兵的概念 那這種海上民兵的概念又是什麼概念呢 就告訴你說我不跟你打仗 但是我用東西來騷擾你 然後破壞你 然後造成你的困擾之後 然後你要窮於疲於奔命 來處理這些東西 造成大家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力的消耗 然後這時候我就不在而屈人之兵 其實搞這種東西 當然國內有很多媒體解讀 他是為了二十大而來的 因為要維穩 國內部來講 解放軍賦予相關的一個任務 因為他不是打仗 然後他是要維穩的 鎮壓的這個概念 但是事實上他更多的是在什麼 面臨外部的挑戰 明明完後 我來不見你 我在這裡 來不見你 我來不見你 我來不見你 我來不見你